403震后台湾地震连续不断 不少民众被摇到睡不着 在25号凌晨2点又发生规模5.6地震 不过气象署却表示 凌晨这起地震和403地震无关是独立事件 发生地震的原因 它是一个正断层一个逆断层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机制 所以我们判断这两个地震是独立事件 这样改变位在南澳海盆 是菲律宾海板块向下引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下方形成的海盆 经常会有地震发生 震源机制大多都是震断层 而403地震属于逆断层 判断凌晨两起地震并非余震 虽然规模比较大会造成全台各地都有感 但震央距离台湾较远 所以震动影响程度也比较小 只有距离震央较近的东部地区会有三级的震度 本岛大部分震度都在一级到二级之间 本来就是说地震都集中在这个桥带里面 南澳海盆发生了之后 我们的遗震应该会变少 在25号上午7点53分 花莲县近海又发生规模4.4地震 花莲大石鼻山步道和寿峰大桥都出现明显晃动 人量在某一个地方大量的释放以后 周边稍微松弛一下 它的地震也是稍微少一点 403震后地震频繁 累积已经有1200多起主震和余震 而台北盆地对于震动会有放大效果 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要随时做好防震准备 三星文里面双配画的